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四收市之后 看回港股这浪叫跌浪反弹 这件事我说了几个礼拜 上方试八九月两个顶位 两万六千四 两万六千七 不过就未得 反而就好像回一回 周中过后就整个列口低开 现在形态上短线当然二六七卡住了 其实是未试到的 不过这个情况是在于 之前的列口上 留了五天之后就列口落 尴尬了 这个是倒形顶来的 短线可能都还要回 下方支持当然五十天线重要的 另外就看着两万五千三和两万四千九的位置 你说会不会再插下去穿底价 我暂时排除这个可能 因为在七八九月大跌突跌过后 其实十月的反弹 十天线升穿五十天线黄金交叉 整个跌浪未出现过 所以这是正面大改善 我觉得后市穿底的可能性是低一点 所以暂时看是一个反弹里头的整固 暂时我看不是跌浪也不是升浪 有机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横行牛皮浪 板块方面我以为Tesla狂冲 这边比亚迪、理想、小鹏等等都冲 Tesla 隔夜两晚都冲高回落 在场上映 所以这些车是时候可能吃一吃 但是也预算是一个详细 受惠国策大将小回 是时候这都要后饭 新能源继续看好光伏板块等等 科技美团腾讯都叫做企稳 但是市况现时更厉害 不要乱用弹板块 特别是煤、电 这两个在上个月已经散了的板块 最近波动多一点 无论升、雨、跌都好 不要再厚了